学生的责任就是读好书和交齐功课 英国每日有步骤报导 英国有500间的学校 就是全国的六分之一的学校 为了降低走堂和鼓励学生交足功课 施纳了奖励的方法 学校向学生发放类似超市用的积分卡 学生要表现得好就可以加分 累积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兑换礼品 这些礼品包括电子产品 游戏机 器晶换领券等等 不过这种方法就引来不少的争议 有学校就说 不但可以令到学生交齐功课 也都可以令他们学会怎样理财 但有人就觉得这样的做法 好像在贵入学生 比起一个错误的观念 他们有付出就一定有收获